各位你們好,我是阿蘇,Johnny蘇 今天收到通知要去拿掛號信 順便出去外面逛逛 去之前 先去茶餐廳吃點東西 終於吃飽東西 現在開始坐車出發了 下了車 又是走路做運動的時間 這個郵局雖然不是很遠 但是如果走路過來的話 那就會有點遠了 所以都是坐巴士 然後再走運動 今天條街的人都不算很多 比較正常 現在大家看到對面紅色的一座 就是叫做紅街市 過了這一條下路 就快到郵局了 終於到了郵局了 澳門的郵局是紅色的 不知道你們那邊的郵局是甚麼顏色的呢 可能因為現在是上班時間 郵局裏面沒有甚麼人 麻煩你 拿個學習 很好吃 謝謝 等了那麼久 終於得到了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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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的途中要經過這條天橋 你們看這條天橋是不是比較特別呢 四邊都通的 走到這個位置 又見到有輛消防車站在這裏 這陣子經常見到消防車 不知道是否同樣的 還是因為那條天橋很高 本來以為這樣就完 我再走前一點 大家看看這裏 又有一架消防車在這裏 是不是真的好有緣呢 希望不可以是大件事 讓我看清楚一點 原來不止一架 前面還有一架停在這裏 今日的視頻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贊 關注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 帶你去看這個世界